诊断到,准确度都得上一般的超声波机 病人轮后照心脏超声波,一般要等半年或者以上 如果病情严重,很可能因此而二二五治疗 在门诊阶段,就采用手提超声波试诊器的检查 哪些病人需要即时治疗,哪些病人不那么紧急,一目了言 这个病人来到我们的时候,就告诉我们有心口痛 但是病人正常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可以诊断的地方 我们就帮他做一个试诊器的检查 很清楚地我们已经滚到他,但有一个撕裂的情况 我们就很快就安排了病人去做心力的检查 更快就做一个大动物的手术,就成功了我们的根源 这部试诊器拿上手,借给一般的手提电话带一点 医生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一件医生袍那里 有需要的话,就直接在病床那里和病人做检查 联合医院去年年中引入这部仪器 暂时内科用得最多 远方证研究推展到急症、肤肺和麻醉科使用 来 放牢 再ос完 再次 再次 感谢观看